现在是10月初 这里是多伦多植物园 一天天凉了 我们来看看多伦多植物园的变化 今天发现多伦多植物园多了一些装饰物 有的时候会看见这种装饰物的生产厂商 他会把他的这些装饰物放在植物园 以前也见在动物园展示 这样的话给人们一个印象 说这种装饰物在花园里到底是什么状况 就是会有一个什么效果 看看这个 这个像是天然的岩石雕刻而成 而这个脸的形状呢 像是非洲人吗 你看大嘴唇 这个旁边有它的说明和价钱 和制作者 从季节上来说呢 现在算是初秋 夏天刚刚完啊 初秋 天气也刚刚开始凉下来 在多伦多呢 10月份是一个多雨的季节 前两天连续下了几天雨 温度差不多在夜间在10度左右 白天最多也就是20度左右 刚刚进入秋天呢 还有很多小花没有开完 像这种叫做Russian Sage 这个是从夏末到秋初的花 它实际上最早在8月初 你就可以看到它开始开花了 一直到现在是10月初 这个Russian Sage呢 它有一个优点 除了它花期比较长 而且特殊以外 它的花枝在干枯以后 一直也会延伸到冬天不倒 那么Russian Sage呢 也还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在多伦多呢 就是耐寒程度不够好 很多时候呢 你可能就把它当作Annual来养 那么它还是有70% 80%的机会 第二年会长回来 能够安全过冬 秋天的另外一种花 实际上是夏末开的 它的旺季是在夏末 这个是Japanese Anemone 是一种Woodland Garden的常见植物 被叫做Anemone呢 有很多种 有春天开的 夏天开的 还有Native的品种 这种Japanese Anemone呢 是算是比较高大的一种 如果条件合适呢 它会比较Invasive 在听说在美国南方 这种是属于很Invasive的Plant 这个Anemone呢 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种子头 你看看像现在这个花落了以后 它这个种子头呢 会像爆米花一样的打开 或者像打开以后像棉花一样的 很漂亮 很有意思 特殊 在它这个阳光充足的时候呢 它就会这种爆米花呢 这种棉花呢 就会很多 在冬天 你可以也给 就是这个植物呢 也给花园增加了一个特色 这里还有一种 基本上开完了吧 因为天气越来越凉 它就不再继续开新的花了 你看这个是从6月份 它就开始开花 现在到10月份 是花期非常长的一种植物 叫什么呢 它是一种sage 而这个它 你看它写的是perennial sage 也就是说它是年复一年会开花的 很多朋友找这种花期长多年生的花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另外一种在秋天常见的花 是这种 toed lily 看它的花形 很独特 toed lily呢 也是一种 woodland garden的 常见植物 在秋天开花呢 也给这个花园增加了不少情趣 这种小花叫polygonum 它开花呢 也是非常长的时间 大概从7月份 一直到现在10月上学了 你看它 还没有疲惫的感觉 只是因为天气太冷了 它的叶子开始变色 和它的花还是不停的在开 好了 关于这个秋天的小花 今天我们就说这么多 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